接种疫苗后变成重病之提问 以下是我在美国的朋友口述他的病例 请问这样的情况可以用原始点方法治疗吗 3月29日打第一针Pfizer 4月19日打第二针 打完针之后出现的症状偏头痛 身体疲累精神不集中 医生给偏头痛药池 几天后在工作时晕倒被送往医院 医生几次都测试不到我的体温 后来用被子进暖气加温 六小时后体温华氏64.2度就回家了 几天后左边手脚麻痹 找了几个医生 医生说没办法 推荐到Westchester医学院 刚到时精神恍惚 没办法说一句完整句子 双腿无法站立 三个团队诊断 两支疫苗对我身体的影响 得到ADEM症 一般发生在青少年及小孩身上 即采取了Mesoprednisolone 经脉注射 血糖上升 要用Blood Thinner 吸食血液 后果是刺一针皮肤血清 而后Plasmophoresis 血浆分离数过滤血液 然后转到康复中心 接受治疗 一 Physical Therapy 物理治疗 二 Speech Therapy 语言治疗 三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能治疗 8月5日才回家 过两天 还要继续治疗 之前不知道结果如何 不敢联络任何人 如今 只往好的方向前去 继续努力回到正轨 朋友口述目前的情况 现在可以慢慢走路了 不必完全依赖轮椅 身体左边还是会麻痹 脑子反应不如以前快 记忆力还是不好 身体还是容易疲倦 估计元期还没有复原 开始用MRI核磁共振 说我右脑出现问题 下个星期还有个MRI核磁共振 要继续follow up 不妄想完全恢复 但求有好消息 谢谢关心 这个问题还是跟现在一样 新冠病毒打疫苗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之前讲了好多次 我们先就他的打 把这个接种疫苗之后的症状来分析 第一个偏头动 然后身体疲累 精神不集中 我们说第一个 变疾病之轻重 是最重要 那疾病轻重 我们来看这个病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病 那观察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它其中有一项身体疲累 那个已经显现 在我们的看法已经是 身体热能严重不足了 这个已经就是属重病了 打完疫苗就变重病了 你们不用怀疑因为疫苗极寒 那对于有一些人的反应 就会是这样 而疲惫的 我发现这样的患者还蛮多 那当然也有因为这样 几天内就往生的也有 所以面对这样的症状 原始点是最擅长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打疫苗是严重热能不足 它在处理上 如果是重病的话 一定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这个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等于原始点 它的诊断与治疗 任何疾病都已经有方案 那同样的这些打接种疫苗 产生的后遗症 当然原始点很快就可以变出来 打完就已经是重病了 不用怀疑 那到去找医生 医生说他没办法 而且几天后 他又出现手脚麻痹 那我认为手脚麻痹还OK啊 手脚麻痹我们都知道 疼痛酸麻痒 麻就是麻痹嘛 那这个都是属于症的不适感 因为热能严重不足 会加重体伤 导致病症出现 这个在我们书本上都写的一清二楚 所以像这种手脚麻痹很简单 你已经是重病了 那就是处理方法上 原始点应该以热源为主 也就是直接热源为主 你们再看重病的处理 主要是用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大面积用于体伤位置 有必要甚至还有还要加强 内热源的补充 甚至内热源只达体伤位置 比如灌肠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新冠病毒那就本身会产生一些症状 比如鼻子有异味 甚至舌头也不敏感 那个味道都浸湿了 那这些都可以喷鼻 这些温敷这些都可以用 也就是它这个症状 以原始点来讲 就是先用外内热源 然后外内热源温敷完之后 再来找大开关 手脚 手脚最大的开关就是看它的部位 如果是整条腿在麻 那就是按臀部大开关 按完之后再看脚踝竹背 那同样整只手麻 最重要就是肩部原始点 肘部原始点 还有手背部原始点 那整个按 按完它麻应该就会立刻改善 那光热源有时候重病 只有热源而不按推 有时候像症出来了 症的不适感出来了 是不能立刻解症 所以两者要配合 那这个原始点都已经讲很清楚 打疫苗也是心意主张的 但出了事 他们却说我没办法 那所谓的偏头痛药一定是寒凉药 我们都有讲过寒凉药又会消耗热 那情况就进一步会加重 然后他这里也提到一点 他测不到体温 一定要用被子加暖气 测不到体温就是身体冰冷嘛 然后精神疲惫身体冰冷 这个才是重点 我认为这两项就已经显示 他的情况已经严重热能不足了 如果在我判断 已经是险下 险下已现 有危险啊 这个对生命有危险啊 不是没有的 那原始点当然 到险下我认为都还好处理 不 我最怕的就是照命违 比如说已经积水了 然后喘呼吸困难 很多个危急的症状已经出现 这里还看不出有 马上有很危急的现象出现 他顶多就是精神不集中 还没有到昏迷不省人事 类似这样 所以看起来我的判断 如果以原始点一切来判断 他的病情应该是重病到险下已现 要注意的 但你看光这样西医就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西医的医学 他们只有医疗 但没有保健 因为要改善严重热能不足 需要用外内热能源 西医有没有 没有 所以他们自然就没办法 那这个是原始点最擅长的 西医开始有团队了 因为他两脚也无法站立 精神恍惚 这个都无法站立就是 也是人严重热能不足嘛 看得出来 那个体力很差嘛 然后团队就说 这个又是什么症 又偏出一个病名来 表示这个医学是门槛很高的 一般人是不知道 只有他们知道 那你说讲这种病名又有什么意思呢 什么症 症就是原始点讲的嘛 症重嘛 你从这几个我还看不出来嘛 还要他偏一个病名嘛 而且他的情况倒都严重 与原始点一眼就忘穿了 根本不用 还有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这个都是已经怎么样 节外生之 化蛇天竹 多此一举啊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好 那就是针对他讲的 精神恍惚 双脚无法站立 然后连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是没有热能嘛 你热能够 然后来推动组织器官 让他维持正常的运转 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还是一句话 但你看哦 他们采取的这些经脉注射药 还是含量啊 还有什么康复啦 然后第一个 建议他是物理治疗 还要语言治疗 这个等于 简单的讲 头痛治头脚痛治脚 他语言之所以讲不大清出来 就是没有热能啊 不是他不能讲话 那为什么还要语言治疗 哇你看他的分类好像 很那个 很细 但是越看出越细的东西就是 他们根本就是治不出来 然后偏了很多方法 这一看就知道 他的源头就是热能严重不足 还要职人治疗 哇我的天啊 要有三种物理治疗 语言治疗 职人治疗 哪有 你就外内热源进去 就可以改善大部分的问题了 就像他讲的 给他备制 然后加一点电热器 他的体温回升了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才是关键点 里面唯一做的 都比他任何的治疗 还有效 经过这样折腾下来 现在的结局就是 走路很慢 那我们在重病的时候 就是行动辞缓无力 就是重病 那还是在重病里面啦 不必完全依赖轮椅 那有时候还是要做轮椅 表示他脚 完全是没力的状况 那身体左边会麻痹 这个会麻痹一样的 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那脑子反应不如之前的快 那就是热能严重不足嘛 所以不能让他那个正常运作嘛 才会产生这些嘛 身体还是容易疲惫 一样热能严重不足 那所谓估计炎气还没有复原 那当然没有复原啊 这个看不出他热能不足 已经完全恢复 如果恢复这些症状 很多都会消失嘛 所以看得出来 这还是要用原始点赶快来处理 十一说不行 反而你看原始点马上 我认为也不是我讲 我相信任何推广点 只要看到这样的症状 一定都会处理的 因为书本上都写得很清楚 然后他又核磁共振 说造出他幼脑又出现问题 那造出来也是果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果 幼脑为什么会有问题 还是热能严重不足体伤所致嘛 这个才是因嘛 所以不用造我也已经知道 他脑部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记忆力不如前 反应不如前 就可以看出了 他头部一定有体伤嘛 所以他不用 你看西医照来照去 我不用照我也马上就知道 人们就是无知啊 我说造出来的 不过就是老 要不就是病嘛 如果有症状 那这个他造出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果 组织受损就是病 如果西医超出组织受损 通通是老 老化的现象 那这个果又不生果 跟他的现在的疲惫啊 还有会麻痹啊 反应脑袋反应慢啊 记忆力不如前啊 这一大堆 他造出来都不是因 所以我们在疾病以衰老 跟诊断以治疗 这些问题都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下星期还有个核磁共振 我的天啊 去照那个干什么呢 而且一次的断层扫描 这些核磁共振 它的辐射量 有时候一列等于100张 S光片以上的辐射量 会严重消耗热能 不是好东西啊 那你就都来不及 为什么还要照 所以可见这个患者 应该是对原始点 一点都不清楚 本来就可以赶快处理的好了 也变成这样 所以他说弹球有好消息 去照怎么会有好消息呢 照出来不就是老跟病吗 怎么会照 难道你要照一个正常吗 照一个正常你也要先从热能 不足跟体伤心下手 从一下手我才会改变 所以他弹球有好消息 我现在给他的就是最好的消息 叫他赶快用原始点 那其他的我认为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好那我就从这个案例 我们再来谈谈疫苗跟病毒的问题 最近大家也看到 我很早我就说了 病毒不需要处理 所以病毒我们只要占避风头就可以了 病毒会过去的 你看从古至今 有没有哪一个病毒现在还存活着 我相信古代也有这种传染 大流行性的感冒传染病 但古代也没有西医的疫苗啊 但这些病毒又怎么过去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病毒是会过去的 我们就不要讲太远 讲SARS的时代 当时候SARS在流行的时候 台湾也是一片恐慌啊 那我相信大陆也有啊 也有SARS的问题啊 我就跟一个就是一个北京的医师 在聊起这一件事的时候 他们说当时候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但是很奇怪到了五六月 好像突然间大家不再谈SARS了 病情就完全控制了 然后他怎么好他也不知道 这些病毒不就是老天处理的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然后病毒总会过去的 而不是要去把它消灭掉 那在如果大家有这种概念 那遇到病毒的时候 它不可能永远存在 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在这一段大流行的时候 大家尽量避开 也就是不要群聚 然后戴口罩勤洗手 这些我都都非常支持的 你看台湾 好像一直大家在紧张 就是很担心疫情扩散 但台湾接种率其实是很低的 那最近政府一直在鼓励 大家打疫苗 问题来了 其实他的接种率打疫苗的比例 现在比起这些就是一些先进的国家 比如说美国英国 是远远不如的 接种率很低的 但是台湾现在一天发现的 常常都是个位数啊 也没有更加严重 就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戴口罩啊 避免 有时候那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 避免情聚嘛 那避开了 自然这些病毒就反而下来了 那避开不是要封城 我也觉得这个是做了过分 就是大家只要懂得不要 大家有人的地方尽量少去 然后戴口罩 勤洗手 不要摸鼻子 摸眼睛 这些我完全同意 那这样避开一段时间 病毒总会过去了 过去就没事了嘛 你看台湾现在还谈新冠病毒吗 大家只要避开了 也没有这回事 然后是打疫苗而好的吗 也不是 因为接种率还很低 反而接种很高的比例的 比如说美国 英国甚至以色列 他们接种率那么高 但是你看每天发病的 感染的病人 还真多耶 但是医学就是 我只能讲死不承认啦 就是他们还是说 要打疫苗 那打疫苗变成怎么样 打一剂不够 打二剂 打三剂 现在要打三剂 但是你看 这个患者马上问题就来 他打第一剂 还没有出现症状 但打第二剂 他已经有症状 而且症状还来得不轻 我不相信他还敢打第三剂 因为他是含凉 那西医有没有含凉的概念 没有 所以即便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有时候他们是会否定的 有一些像台湾也有接种 上次接种疫苗 而猝死的患者 但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案例 是新一承认因为打疫苗而死亡 在台湾没有 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说 经过解剥检查 这些病 有可能是他以前 什么心脏本来就血管有堵塞啦 或是他以前就有高血压 以前有什么 反正就是耐照 他以前有什么体质不好 但从来没有说 这个就真的是打疫苗而死了 没有 所以最后的结论都是 跟打疫苗无关 也就是他利用他们的解剥 西医的专业 然后来告诉你 死了跟打疫苗也无关 在台湾是这样 我不知道国外是不是这样 所以只好 大家自己一定要评估 我觉得疫苗就是极含 在原始点的理论上 这么含的东西打进去 你会严重热能不足 像打下去 他马上定一个 就已经可以观察出来 马上变重病了 身体疲惫就是了 这个是一个讯号出来 然后到了体温没有 就是身体冰冷的时候 那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 然后其他的症状 我认为都没有比这个严重 因为这个马上就可以反映到 看出严重热能不足 但西医有没有热能的概念 没有完全没有 打疫苗 这一个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打一剂已经很寒了 打二剂更寒 打第三剂更寒 哇这个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 那那么寒怎么会有抗体 马上产生疾病 你就不要管这个是不是医学 用一般常识来讲 打了之后会让你产生疾病 重视什么东西 是好东西吗 好东西会让你生病 然后说生病之后 以后即便感染 以后那个病就会因为你这一次 产生了这样 所以以后症状就不会成 那么严重 甚至死亡也可以降低 那打了就已经变重病了 甚至已经死亡了 那还在求以后 这种逻辑是完全不通的 但是西医最大的就是用数据来 用数据 也就是他们说 哎呀打接种之后 那百分比有多高会产生抗体 那抗体又多久时间会消失 然后都用数据来解释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说打了大家都有效 那应该就像一加一等于二才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人打了之后又会感染呢 你应该解释清楚啊 那他们说是因为新的病毒变化 那如果是新的病毒变化而没有效 那你打一剂打二剂打三剂 不都是一样没有效吗 这是逻辑的问题啊 他们也没有说清楚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一定要自己心里有数 疫苗是什么东西 既然病毒会过去的 那你只要避开风头就好 然后觉得大家搞得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都是西医为主导 他们不断的在全世界宣传 就是唯一能解救你的就是打疫苗 接种疫苗 但问题来了 现在大家也知道 很多打了像我刚刚举的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他们接种了之后 好像我女儿就在英国 他们说接种之后 每一天人还是有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出现问题啊 不是没有问题啊 什么时候好他也不知道 他已经接种第二剂了 因为国家一定要求要接种 好那接种还是该感染还是感染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反而有一种言论 那就是以病毒共存 那事实上本来就应该 不是要以病毒共存 因为病毒会过去的 没有一种病毒是 长久会留在人间的 他都只有一段时间而已 要不然为什么叫做流行 流行病 流行感染 因为流行病毒就是 他这些流行性感冒 这个病毒会随着流行 一阵子他就没有了 那你只要避风头 不就是解决了吗 那你不要在人多的地方 正在流行的时候跟人家趁 那当然就容易感染 感染的如果有原始点 其实也不用担心嘛 只要懂得 刚刚我讲的 体伤就按推 如果热能严重不足 就赶快温敷 外内热源 也就是以浆为主来处理 很容易解决啊 在我看法这个根本就是 如果以原始点的诊断 以治疗这个都是很平常 就可以解决的 然后他们还有一种说法 我上次也有讲过 那就是打的不够多 还没有到群体免疫的情况 可能要50% 60% 甚至也有人说 那一定要达到90%以上 就是在台湾我就听到 有这样的意思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那打到90% 好啦你强迫所有人打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感染 那以后病毒又变新了 你又如何说呢 那每一次来 每一次病毒都要这样打 那人还能活吗 每一次都打寒凉的 我觉得这个医学已经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新书里面就讲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以产生抗体对抗病毒 是医学中的一大误区 绝对是错了 但是没办法 原始点现在知道的人 还是毕竟少 所以我也只能献各位 如果能够懂得保养 然后避免群聚 正在大流行的时候 那这样就不会有事 如果万一感染 那也不用担心 你自己不要传染给别人 然后自己懂得怎么来调理 也没有问题的 那怎么处理 我们因为上次也有做影片 甚至翻译成英文 我欢迎大家上网 再去看看那个病毒 那我今天就补充到这里